好 這次跟大家講一講 習近平上台之後的偉大的爛尾工程 為什麼說偉大的爛尾工程呢? 因為那些爛尾工程 所謂爛尾工程 比如說什麼一帶一路 習近平上台之後要大搞一帶一路 在全世界要搞很多基礎建設 到處去撒錢 或者是這個 我記得他剛剛上了 沒多久 他們要搞一個新的首都 叫做鴻安新區 是劃時代的偉大創舉 好像還有什麼呢? 對 沒錯 我自己都是那一行的 因為我以前跟大家講過 中國大陸的晶片 或者叫芯片 晶片的水平是不夠高的 遠遠低於美國 遠遠低於台灣 那麼習近平以為手上有錢就可以了 又是大撒幣 就說要搞一個十萬億的晶片開發工程 不知道多少 十萬億 發來 又不是這樣 就會要超英趕尾 好像以前那些超英趕尾 今次就是超台趕尾 要搞出中國自己的晶片 還有要領先世界的 所有這些工程沒有一個成功 最起碼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個成功 一帶一路 很多國家現在生氣了中共 因為借了很多錢 現在還了還不成 還不成是中共用這個機會來敲燭光 你不還得了錢 你把海港給我 給我用 你不用還了 有些人沒辦法 有些人叫什麼斯里蘭卡 只可以把海港拱手相奉給中共 那個晶片也是搞搞搞 共產黨是很有意思的 他開始的時候 講得很好聽 為什麼人家叫他爛尾工程呢? 因為廣東人 他說有頭威 無尾陣 頭威 就是軍隊前面行頭那些 有頭威 很威風 打羅打了抄股 但是那段時間沒有真正的力量的 沒有尾陣 有頭威 沒有尾陣 後面是爛尾來的 大家要記得 習近平上台沒多久 就大講 叫復興中華民國 中華復興 要什麼什麼 抓他們的中國夢 怎麼威風 怎麼中國2025年 中國製造 所有中國的產品是世界領先的 2030年就不知道 什麼什麼國防 都要領先的 講得天花龍鳳 哎 他們真是以為中國人都是笨蛋來的 可以騙就騙的 但是問題呢 時間過了這麼多年了 好像一帶一路已經有差不多十年了 現在搞出很多問題來的 很多人是 你非常不喜歡中國有這一帶一路的 被他們騙了很多 這是債務陷阱 債務陷阱 英文叫債務陷阱 還有很多很多 我最近遇到一些 甚至是非洲來的政府官員 我在白林的時候 剛剛在餐館坐在旁邊去 原來是非洲這個 尼加利亞那些政府官員 他們告訴我 以前 他們說十年前 哇 他們很高興中國大陸派人來支持他們 搞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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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時今日 他們說 我們被他們騙了 他們比英國殖民主義者要壞很多 他說 各方面 不單只是搞了那些債務陷阱 他們認為中國人作威作福 在那些工地上不可一世 經常發生的事情 是什麼呢 是非洲人被中國人歧視和侮辱 他們對非洲人完全沒有尊重 所以共產黨就是這樣的 它宣傳 罵你美國 罵你西方怎麼歧視黑人 它自己怎麼偉大 其實事實上是剛剛相反的 剛剛相反的 說起來還有一個 是很有好玩的 爛尾工程 就是戰狼外交 共產黨自己不是叫做戰狼外交啦 不知道什麼 可能叫做偉大 強國外交 然後到處去演戲 到處去給人家看 我們現在中國很強大 不怕你 什麼什麼的 我自己親身經歷過很多次 因為我經常去瑞典 瑞典是首當其衝的 在這個戰狼外交 當時有人說中共故意選擇瑞典先來下手 因為瑞典這個國家說它小又不算太小 又它大又不是大 那就剛剛好 因為你太小 你試驗之後 結果沒有什麼可用性 太大呢 反正你的戰狼外交不行的話 你會損失很大 所以當時最初 大概是差不多七八年前 開始在瑞典應用這個辦法 所以我甚至跟中共駐瑞典的大使 曾經面對面交鋒過 我肯定是在他的黑名單裡面 他在開一個經濟會議上 亂講在那裡騙瑞典人說 你們來中國就肯定會發大財 當時我就駁回去 我每一次駁完都很多人鼓掌 所以我都很高興看到最新的民意調查 在瑞典是全歐洲現在 對中共最反感的國家 85%的人認為中共要小心 我們要轉離這個政權 是一個危險 是一個威脅性的政權 全世界第二 只有日本給它多 86% 日本 所以那個爛尾 連這個戰狼外交都是爛尾的 所以現在要改的了 現在習近平看到 拜登的時候就很聲音樂 到處又開始要很聲音樂 所以習近平 我想他這麼多爛尾工程 肯定那個後果就是他在黨內會受到很多人的反對 因為他不成功 共產黨人是這樣 所以習近平是說的 聖者為王 敗者為寇 你不管你是習近平也好 張三李四也好 如果你做了黨的總書記 你每樣都成功 沒有爛尾工程 他根本就不理你 道德上來說 你那些政策對不對 他不理的 共產黨 聖者為王 大家都說你是王 但是敗者為寇 所以這個習近平目前的情況 應該是可以說 對他個人來說是非常危險 因為他沒有辦法 用他那個所謂政策上的成功 來壓低他的反對派 剛剛相反 他個個大工程都是不成功的 這些非不成功的爛尾工程 全部會成為習近平反對派手中的武器 來壓他 當年毛澤東這麼有威望 由於他在大躍春裡犯了大錯誤 一個超級爛尾工程 結果就被他的反對派 劉少奇 鄧小平 把他壓到第二線 他要退居到第二線 所以 人家還是毛澤東 當時很有威信 都一樣被他壓低 習近平就非常危險 所以口氣在後台 千萬不要以為 現在習大大 大濫獨權 20屆之後所有常委 所有政治局的人 全為他的人 那怎麼辦 你覺得權力不只是按照你的頭銜 尤其是共產黨這些組織 很多退了休的共產黨高官 那些元老權力非常大的 他一個銜頭都沒有 他只是元老 他開一個生活會 就已經可以影響整個中國的大局了 所以好戲在後頭 好戲在後面 好像是共產黨的 他課程中